最后一组的参赛名单 我们的镜头一定是要对准在四道的严子辈 这就是严子辈 95年10月12号出生在湖北襄阳 跟你一样也是来自湖北的选手 身高达到了1米90 刚刚你介绍去年的光州市井赛 他在100米挖勇的比赛赢得奖牌 这枚铜牌 创造了亚洲记录和全国记录 他在今年的对内测试赛中 也是有输了59秒51的这样一个成绩 去年市井赛那枚铜牌 也是中国选手21年以来 首次在世界大赛拿下该项目的奖牌 对的 现在我们镜头中看到的是上海选手秦海洋 开始参加了男子400米红合勇比赛的一位选手 对 好比赛开始 看一看 四岛的严子贝 出发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0.63 严子贝目前处于领先 严子贝在17年的市场赛 四岛的严子贝 接力也是拿到了 18年的亚加达亚云贵 他拿到两斤两斤 这个优势应该是挺明显的 严子贝率先的转身 第二位秦海洋落后0.71 第六位的郑英浩是落后1.01 上海选手啊 仅仅的跟在湖北选手严子贝的身后 严子贝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今天前两组的第一啊 都没有能够破一分的打关 严子贝应该没问题了吧 看他最后五米的冲刺到边 那没问题了 8秒73 哇这个成绩也是非常接近 他个人的最好成绩 相差0.1秒的这样一个差距 表现不错啊 离自己的保持亚洲纪录 只差0.1秒 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奥运会 A标超了1.2秒 对 58秒73 严子贝 这个成绩还是非常理想的 第二名是秦海洋 游了1分00秒07 第三名是余宗达 1分01秒29 这个项目当中啊 严子贝被称作是亚洲蛙王 在国内的比赛更加是合理鸡群了 严子贝58秒73 获得第一 秦海洋是1分0秒07 排名第二 第三位的余宗达 是1分01秒29 这样秦海洋呢 也是达到了奥运A标 等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 全部的三组比赛结束之后 男子100米8用的 总的排名 这一组比赛应该说没什么悬念啊 最后的冲刺啊 这个触臂非常的有力啊 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对 也是可以看到 今年严子贝的状态也是非常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